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 这次台湾地区脸向选举的结果显示 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 选举结果撼动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 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我们将毫不动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我们反对台独分裂图谋的行动坚决有力 粉碎台独行径 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 坚不可摧 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坚定不移 下架民进党 反对台独 要和平 不要战争 要发展 不要衰退 要交流 不要分离 是岛内主流民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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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发展 一定是岛内主流民意